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不只是比较他的年的部分 他会比一下 比如说这个人六月份已经满了 所以他是47岁 像这个底下也没有11月的 有11月 那1975跟2015相差几年 相差40年 对不对 所以应该这个地方 如果你只有比年的部分 他应该是40岁 可是他这边就显示39岁 为什么 因为他的生日还没到 还没到就不算一岁 所以这个人还是39岁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因为像我生日还没到 所以我也不会加一岁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函数 DATIF 就完成你的工作了 OK 但是这个题目呢 还没有那么容易就放过你 他之后要怎么样 年龄后面请你加一个岁 47后面有个岁 那就麻烦了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呢 大家有几个方法了 第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我印象中你可以在后面串接AND AND AND是串接的意思 串接一个什么呢 你打一个串接一个碎 碎 OK 然后再一个双引号 双引号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一个字串 表示说我这个多少加一个税的意思 所以这边的话呢 Enter过 OK 打勾看看 有没有 47税 就OK了 所以你多少税 就OK了 你不要说傻傻的 自己再打一个税 那这个地方你大概点两下 全部就搞定了 事情就可以交差了 对不对 所以以后呢 算税 请问不要 去拿一个计算机在旁边慢慢敲 我真的有看过有人这样做事情 我真的是不知道说他 这个如果资料少还可以 还可以 如果资料多的话 像有些资料都几万笔的话 我怕怎么做 难怪会做不完要一直加班 所以有些主管会说 到底你会不 所以宁可说叫他去上点课 恐怕还比较实际一点 OK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end一个税 它就会有税出来了 那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 其实坊间 当然证照考试里面呢 它好像不是要你这样做 它要你用第二招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如果你不用刚刚那个方法的话 还有第二种方法 不过第二种方法 它实际上不是在后面加个税 而是在格式里面 所以你按右键 这边有个储存个格式 格式里面呢 你可以选择一个制定 制定之后的话呢 你选择这个类型里面 输入一个0 0指的就是你现在这个数字 后面你再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税 像各位可以看到没有 上面有个范例 47税 有没有 就是在制定里面 特别是按右键 出现个格式里面 制定 然后呢 0表示是你这个数字 税表示加在后面 中间不用加end 刚刚是要加一个end 按确定 然后呢 再把它点两下 你会发现呢 结果好像一样 但实际上是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呢 如果用格式的话 它实际上里面 存在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还是47 它不是47岁 可是用刚刚那个方法 存在储存格里面 是47岁 OK 一个是格式 一个是真的去做 做多一个字的动作 两个方法反正都可以 不过因为考试 它是考你后面那个方法 OK 好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试试看 如果你将来需要计算 那个税的话 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对不对 现在蛮简单的 两下都做完了 不过我发现 真的这两下 如果你熟的话 真的很快 那你不熟的 我看 可能要耗很多时间 你就记得把这个东西记下来 像我把它录影下来 造福很多人 为什么 我YouTube上面 很多人都去打那个 如何 比如说 计算那个年龄 对不对 有时候 就Google会Google到我的东西 然后看一看 就因此而学会了 工作就解决了 OK 所以当然你也会 懂个Google也不错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开课期别 结束日期 这个是一个吗 如果你今天在 比如说一些 像我们有进修推广部 它开课日期是这一天 那结束日期是代号 你要去查什么呢 查这个代号 它是30个小时 那一周上3个小时 所以要上几周 上10周 可是呢 第一周 其实就是这个日期 所以要把第一周给扣掉 因为第一周 就是算70日期 所以就是 这个日期再往后推几周 推9周 就是结束日期 可是问题啊 光这个公式就很头痛了 那你有没有办法 做一个公式 去把这件事情完成 如果可以的话 那你很快就可以下班了 如果不行的话 你又要弄很久了 为什么这个时候 你要把计算机拿出来 然后呢 慢慢查那边 然后查来查去 OK 有没有什么快一点的方法 一定是有的 等一下会跟各位做说明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先把这个地方 几岁这个先完成 来画面先往里跪一下 好